防疫五月天功不可没 如果没有我们17万个护理人员 站在第一线也难有这样的成果 你们说对不对 参加医护人员防疫感恩大会 副总统赖清德松上未免金和感谢状 强调台湾防疫的好成绩 第一线医护人员功不可没 不过话风一转 针对近日张华县卫生局主动裁剑 与中央不同调的争议 赖清德担心恐会酿成下一个SARS危机 当时对和平医院要不要封院 意见就跟台北市政府不同 后来我们做了一个修法 第一个就是让疾管局升格为疾管署 赖清德表示17年前SARS爆发时 就是因为中央和地方协调不足 才发生和平院封院的事件 后来也因此修法 言论中力挺称施中 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他是拥有绝对的权利 当然也要负相对的责任 就是统一领导 解决中央跟地方 权责之前不明确的部分 当年SARS造成73人死亡 赖清德也希望寄取前车之鉴 避免汗事再发生 最重要的 疫情还没有结束 同志人需努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 池千里张如 台湾台北报道 我们护理界很会的 谢谢大家